最近发生了一件让全网群众津津乐道的事情 国际大品牌老干妈被互联网巨头腾讯给告了 腾讯称老干妈在其公司投放了千万元市场合作 以帮老干妈辛辛苦苦勤勤恳恳做了一年的宣传 但老干妈却无视合同 长期拖欠广告费未支付 所以腾讯才被迫依法起诉 申请资产保全 而法院也很配合 裁定冻结老干妈企业账户 而国民女神老干妈却恼火了 我什么时候跟你合作过了 这一来一往看着大家是目瞪口袋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腾讯在推广骑手游QQ飞车手游S联赛时 想着跟国民女神老干妈合作一把 于是开始上百度搜老干妈的联系方式 然而因为百度一直使用竞价排名 就是谁给的钱多 谁的搜索结果就靠钱 然而老干妈一直秉持不打广告 你干妈还是你干妈的理念 因此当然也不会去操作什么百度竞价排名了 因此傻白甜的腾讯 就成功的百度到了一个挂着老干妈名号的皮包公司 然后又正儿八经的谈了一波合作 时间到了2019年的4月26日 QQ飞车手游开幕上线的大喜日子 游戏运营总监赵思鹏 现场宣布了将与国货之光 辣酱品牌老干妈展开合作 老干妈将成为S联赛最新的行业年度合作伙伴 这是老干妈首次与电竞的跨界合作 网友一边玩QQ飞车 一边吃老干妈旧馒头 这波推广真辣真香 紧接着腾讯就带着老干妈开始 大整特整的宣传开了 QQ飞车手游S联赛 官方微博有37万的粉丝 发布的6000多条微博里 几乎每条都带有话题 老干妈飘移火辣辣 在很大的打型活动现场 都可以看到老干妈的logo 还有奖品礼包 宣传文案 游戏中也可见老干妈的签影 这一系列线上线下的内外宣传 而与腾讯的实际合作方 老千妈设这么大的局 原来只是想要腾讯的游戏兑换码 合作期间 腾讯给老千妈提供了许多游戏兑换码 乱七八糟的费用 加起来差不多1000万 腾讯心想 老干妈大品牌 十名海内外 咋也不能欠我们钱呀 于是就这样为老干妈电资宣传了一年 结果一年过去 腾讯感觉不对了 这都1000万了 这账再算算了 于是将千万账单寄送给了老干妈 正经的老干妈这边一看到账单 立马炸锅了 我压根不知道这事啊 谁同意了 你就用我的头像 我的名号在这里宣传呢 你给我广告费了吗 老企鹅一看老干妈这反应 也懵圈了 你为老干妈在这给自己耍吗 这是要赖账啊 于是一纸诉讼 将老干妈告上法庭 并请求冻结老干妈千万资产 不还钱 这事没完 法院接到诉状 立马冻结了老干妈1600万人 老干妈一看 这是玩真格的呀 老干妈眉头一紧 这里面有猫腻呀 随即官方出了一份声明 称自己是受害人 以报警 让警察叔叔来查明真相 还真别说 老干妈和企鹅一出场 警察叔叔的办事效率真的是快到飞起 当天就查明了真相 并且出了通告 原来是有三人伪造了老干妈印章 与腾讯枪合同 现在那三个人已经被抓起来了 知道真相的企鹅 觉得心累 无助 发文称 今天中午的大娇将突然不香了 在一边安静吃挖的百度 也同时发文凑一波热门 手里的瓜突然就不香了 并及时撇清 这事儿跟我没关系啊 语度无瓜 面对网友的嘲笑 腾讯无奈的说道 其实 但是 一言难尽呀 骗都被骗了 还能怎么办呢 再打一波广告吧 成江自掏腰包 悬赏一千瓶老干妈 向网友征集类似的线索 小编吃完这瓜 心里很同情傻白甜的腾讯 但还是控制不住 哈哈大笑起来 这场乌龙事件对于腾讯来说 其实还是赢家 一千六百万的广告宣传 可能都达不到 这起乌龙事件的热搜悉行程度 而老干妈还是你干妈 不但自己不打广告 互联网大佬还来免费给自己打广告 哈哈哈哈 小编觉得 不如假戏真做 腾讯和老干妈合作出个联名款吧 我一定买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